好 丁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与丁子妹来分享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一到第八节的经文 那我记得在有一次的退休会里面 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最后一个聚会的时刻里面 大家主人不是很多 大家只圆圆的圈成一圈 然后轮流 在每一个人的淫会手册上留言 说感恩的话 就感谢上帝的话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为了对对方的感恩 也为了表达对对方的欣赏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很感动 我那个时候就说了 为了让你这边淫会手册不丢掉 大家都写一个特别的留一个位置 每一个人就这样 每一个人留就看到别人的名字 你就写上你对他的感恩 你对他的欣赏 写上一圈 你知道在学的过程里面 我就听到有弟兄姊妹在抽气 他们非常的感恩 他们非常的感动 今天我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一个主题呢 就是为彼此感恩 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一到第八节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念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见啊 一起念一下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道经文 请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武太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贵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那盼望就是你们从前 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贵的物质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职徒的指示 也把你们以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你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充满了恩典 充满了温暖的经文里面 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中间说话 主啊 请说仆人们敬听 主啊 请说仆人们敬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们会分享哥罗西书 那哥罗西城市呢 它位于小亚西亚的西南部 那这个教会呢 不是耶稣自己亲手所建立的 那可能是耶稣 对不起 保罗 可能是保罗也曾经没有到访过的 当时呢 他在第三次的旅行故道里面呢 他曾经在以佛所的城市里面住了三年吧 而以佛所跟哥罗西呢 相隔 仅一百里 也因此很可能是他拆派以巴佛在那里呢 这个创立了这个教会 当时如果我们看以佛所书的话 你就知道保罗呢在这里里面 就驳斥哥罗西地区里面 那种抬头的这种哥罗西的异端 在哥罗西书里面 他有崇高的基督论 来答复那异端的主张 他勉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当要高举基督 也要持守基督 而不要落入那异端的圈套里面 所以他表达了对哥罗西教会的光心和祷告 并且兼顾和安慰他们的信心 最后呢 他对信徒们教导 以基督为妄有之首这样的真理 教导信徒们 要过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生活 同样的 跟过去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 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按照这种希腊文的书信格式 当时加了基督教的一些成分 他交代了写信的人 收信的人 并且呢 加了一句安问安的话 但是接下来第八节里面呢 是保罗的祷告和保罗的感恩 他不足地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 他说每一当祷告的时候 他就感谢上帝 并且是常常的 这里面说的常常这个词呢 就显示了他的祷告和感恩 都是广场性的 首先他要祷告的是什么 就第三节里面 他说明了感恩和祷告的对象 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接下来呢 他就以大纲的方式 他纪念他们 会向神感谢什么 第四到第五节 并且也说出了这些事情 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 是保罗 他听见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 所显入出的信心和爱心 他为此感恩 那这个信心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主基督 那爱心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众圣徒 而信心和爱心 都是建立在盼望的根基上 盼望是具体的事情 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属天的福气 而这个是什么呢 这也就是福音的内容 所以第六节里面 他感恩的是继续 福音能够传到天下 能够结果能够增长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也告诉了我们 福音有两方面的特性 一个是普世性的 一个是个人性的 福音要在普天之下 和在你们中间结果和增长 所以这两方面的特性都非常的重要 到了最后第七 到第八节的经文里面 是提到了以巴佛 这样忠心的执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你基本上看到 是一段很温暖的经文 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 信徒的信心和爱心而感恩 为福音的拓长而感恩 为以巴佛忠心的福事而感恩 今天我记得这一段的经文 分享彼此关系 我想带领 不仅仅我分享这一段的经文 我也分享另外一段经文 就是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段经文 你知道吗 这一段的经文 主要是保罗的一种问候 是很温暖的一段经文 但是接下来呢 我也看了我们牧师们 在排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 我发现最后一段 是没有讲的 所以我今天就带领大家 一起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先读一下 第七到第十八节的经文 好吧 一拜 请 由我亲爱的弟兄推积骨 要将我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观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 又生有事都也为你们的安慰 奉割礼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做公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好 由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 为你们的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葬礼得我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吸玻璃的弟兄 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家 和迪玛问你们的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卷书 并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叫雅基布说 勿要谨慎 敬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的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困索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前一后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 都会很温暖的 这是保罗 他的写信的一个课计 其实在罗马 我们上一周 在上次查 罗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一些问案 现在这个问案支持里面呢 就前面一样 就表达了他的感恩 他为彼此感恩 所以你会看到 在经文里面 第七 第七节里面 还有第九节 第十一节里面 他都用一个亲爱的 来形容他与同工的关系 你知道吗 这个福音书里面 这个亲爱的 是职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上帝说 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这里面 亲爱的爱子 这个词啊 就显示出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与父神关系的一种密切 而保罗的观念里面 他用这个字词 他表示了 同工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关系 比事工更加的重要 亲爱的弟兄 这个推脊骨 亲爱的弟兄 阿尼西姆 亲爱的医生 路加 这里面 亲爱的节骨上 不是 这个亲爱的 不是跟医生连在一起的 是独立的 他应该是 我们亲爱的弟兄 路加医生 这句话就显示出了 保罗和路加 在主里面 同做工的那种关系 不是因为路加是个医生 对他身体有帮助 和他特别亲近 乃是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所以才提到了 他是个医生 不仅仅如此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能够看到 保罗他非常非常肯定 他的同工在工作上的价值 他形容这个推脊骨的时候 怎么说的呢 他说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 他是与我一起做主仆人的 他提到阿尼西姆的时候 他说他是亲爱的忠心的弟兄 当他提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同工间 分工合作 并且我们看到了 他说奉割离的人当中 只有这三个人 完了于 在为神的果 与我一起同工的 也叫我心里得安慰 这三个人 能够让我心里得安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仅仅如此 当他说一八佛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一八佛 已经对他进行了 很好的一种描述 但是在这一集经文里面 他说他在祷告之间 这个一八佛他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因为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王权 信心充足 能得利战利得主 他说他也为你们和老底家教会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多见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一八佛 看到保罗对他如此的描述的话 你会不会感动 所以保罗在介绍自己同工的时候 他用了极其极其的评价 显示了他是一位愿意鼓励人的一个牧者 他激起地看待自己的同工的事份 他愿意分享他们的优点 不仅仅如此 在这个中间里面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 他是谁啊 他是个逃跑的努力 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面也特别地提到了他 现在他是一个中心的仆人 大家更知道这个马可是谁啊 马可就是以前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去宣教的时候 他在暴露上逃脱的那一个 所以因此后来第二次 保罗跟巴拿巴 因此产生了严重的风起 你知道巴拿巴跟巴拿巴师徒关系一样 他们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没有人去接待他 只有巴拿巴去接待他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马可 使得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圣经里面说的一个吵架 而且用的词是非常激烈的一个词 他们后来分开了 就是因为谁啊 这个马可 但是在这里面 他也特意提到了这个马可 并且告诉他要接待这个马可 所以保罗接纳 可能有过失 但是悔改的弟兄 所以显示了保罗 他的宽管的胸怀 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他虽然对于事工有严谨的要求 但是他也愿意提恤人的软弱 并且为愿意悔改的同工们 他不仅原谅 而且接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年的主题是 激发爱心勉励形上 其实在前面里面 常常会提到彼此的一种相爱 彼此的激发爱心 我们彼此的勉励形上 所以记得这段经文 我想说的是 我们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 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一个共同体 我们在一起彼此肯定 我们在一起彼此老树 我们也在一起彼此服侍 所以我们也为着彼此的存在 而向上帝感恩 看看你身边的人 看看你的同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为着我们彼此 所能够拥有这样的关系 向上帝献上特别的感谢 有人常常说 这是一个孤独的时代 有人问你 你的好友多不多 什么 我的好友五六百个 你这么多吗 我的微信好友很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 今年 2022年 有一个十大的流行语 有个字 我刚刚学会了一个字 叫做电子榨菜 什么是电子榨菜 就是说 现代的年轻人 就是当你吃饭的时候 选用什么样的内容来配饭 就是视频内容来配饭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项目 到底我用宫廷剧来配我的吃饭 还是用美食纪录片 还是用经典美醉来配饭 他说每一次在吃饭之前都要纠结 甚至有一些内容公司 因此创作了很多 让你配饭的一些小饰品 小时候我妈妈说 不可以 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 但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 吃饭不看什么东西的话 吃不下饭啊 这显示了一种孤独 其实年轻人很多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个人吃饭 公司 而且在中国 特别在中国 这是中国的一个网络名词 特别在中国 外卖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他说不需要做饭 周末如果是单身的话 一个人就解决了 所以当时吃饭的时候是最需要陪伴的 那没有人陪伴怎么办 所以找视频 所以电子榨菜的流行 就是说社交机会减少 朋友减少 家人关系冷漠 所以电子榨菜更是年轻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的另外一个情感陪伴 这是年轻人对自己孤独寂寞的一种调侃 年轻人对自己孤独寞的一种调侃 过去我们都 刚刚牧师也祷告过 洛杉矶蒙克帕那边 72岁的一个嫌疑人 在除夕夜的时候 他到了一个舞厅 杀死了11个人 死者的年龄在57到76之间 紧接着礼拜一 在那边有个叫半月湾那里 66岁的一个老人家 赵春莉将枪指向了他的同事 造成了7个人的死亡 这是很大的悲剧 当我看到这两个消息的时候 我马上又想到了 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长老教会里面发生的枪杀事情 凶手也是69岁 你知道这个是在美国这些枪杀事件里面 这么大的年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记得好像几年前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有个人在楼上设计的 还有那个人好像是64岁 那个时候很多人在报道 这么大的年纪 因为一般像说 像翘越掐杀事件 都是年龄越来越趋向年轻化的 当时就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 枪手又是华人 这么大的年纪 而是在密集的时间里面 于是很多人都在思考 一个问题就是亚裔老人 他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 有个报道是说 他提到一个引用一些专家的话 其实是说 孤独和忧郁是主要的问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问题就是呢 在基督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常常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 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就是让我们这些 有军的军人拯救出来之后 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 这个群体叫团契 这个群体也叫教会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人 我以前讲过 人与人之间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 其实是 真的是概率上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我们在一起 成为一个教会 成为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能够服侍 我们一起唱诗祷告 一起领诗歌 尚未定姊妹 你知道在概率上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以前讲过 你知道吗 但你的一生当中 有多少人会遇见 你知道吗 你的一生当中会遇见 可能就是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就照个面 一共加起来是 826万3563人 我不知道怎么具体 这么具体 如果会大招呼的 你一辈子遇见 可能是 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 其中有 三千六百一十九人 和你熟悉的 但是呢 你的一辈子 如果跟你亲近的话 跟你亲近在一起的话 多少人知道吗 是两百七十五人 和你精进的 所有的亲近的人当中 最终可能都会 有意无意的 曾经诗上过 那现在最能够 也只有更能够 一辈子可能最亲近的人当中 是两百七十五人 我在这个教会 已经十多年了 徐牧师长长说 这里的弟兄姊妹 比我的亲人更加的亲近 我也差不多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看看 你的旁边的人 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当中 最亲近的 两百七十五人之一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珍惜呢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么广阔的人类历史里面 在这么广阔的人类历史空间当中 今天我们就在古区 这个古区国语进行会 我们一起敬拜 一起服侍 一起成为生命的共同底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偶狼的 不是不小心的 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阿们 在对抗罪恶的信仰之路上 我们一起依靠神的恩典 透过圣道和圣灵来成长 另一个方面 我们在一个合乎真理的 一个信仰团体里面 我们彼此珍惜 彼此相爱 彼此老树 我们一起来成长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关系 而感恩 我在背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回顾了自己的 过去的一个故事 我在不同的地方服侍 我很感恩 我后来想一想 还真是有很多的服侍 我想今天 有很多的故事 我想今天与大家分享 如果重复了 你就装没听见 小时候我是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就像现在我的儿子一样 在教会里面 我很皮的 常常被告状 告状我的妈妈那里去 而我在教会里面 有几个小伙伴 我们那个时候是谈风情的 那我们一直呢 就是往谈风情 其实也没人家 就是自己乱谈起 所以我现在 我和弦不会的 我就是拿风情就乱谈 我们一起谈 争着谈 还把其中一个风情 被谈坏了 又被告状了 后来呢 我们大概十来岁的时候 我们就在主日呢就谈风情 就在主日唱歌 我们那边以前都没有什么程序的 所以呢 大家人先到呢 就先拿着麦 就大家就一起唱 那就需要 所以那个主日崇拜 唱歌的时间就很多了 那我们三个人都想躺啊 三个人那怎么办呢 我还记得后来就是 那轮着来 对不对 他躺一会儿 我躺一会儿 所以我在下面 看到他在躺的时候 我就好想 你干 差不多时间了 你知道还不下来 他看了我 给他做了个手势 他就下来了 我就上台台 我就这样一起 在教会里面服侍 你知道我很感恩 我的这一群发小 我们还有个发小群呢 我们这几个人当中 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 他们事业的都很好 但是呢 他们在教会里面 要不就是长老 要不就是义共床道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后来搞高中的时候 我去了东北沈阳 在那里就参与了一些服侍 开始拿到电子去农村 后来呢 去讲道教诗歌 后来呢 有机会 能够在讲台上服侍 真的 在那个服侍的过程里 与弟兄姊妹一起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 东北很冷 农村很深 很地方 每个人就是被冻的 就那个时候 车也没有暖气的 我一到农村里面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去服侍 大概二十多个人 就是音乐中不道的方式 就吸引人过来 往来传福音是这样的 往来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三更半夜 因为车坏了 所以三更半夜的 到了这个三四点钟 那二十多个人都没有地方睡觉 因为没有期待呢 他们也没有准备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们二十几个人睡 一个抗上 有男有女的 中间一对夫妻做隔开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转动的 有的弟兄还看完 想大家要翻个背 大家一起说一起翻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现在有个群叫劳动背群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 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 现在每一个人在不自己的 一个教会里面 当时我们一起来成长 后来有机会回到温州 又回来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做年轻的事工 做一些青少年的事工 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你说有没有伤害 有很多的伤害 但是我仍然仍然感恩 后来有一次出车祸 我呢 这个牙齿都是假的 我还记得我很感恩 我教的一个高中生 大概有四五十人 一群的高中生 他们过来看我 给我带了一个娃娃 这个娃娃是没有牙齿的 我很感恩 现在这些人都在各地来服侍 后来我去新加坡读书 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在教会里面 就是实习的 那一般是 老师建议一年一换 或者两年一换的 那我呢 一连续在一个教会里面 待了三年 我很爱这个教会 我也觉得这个教会很温暖 给我带了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没有离开 他们也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们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一连续带了三年 你说压力有没有 压力很大 记得带那个青少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带这些新加坡的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哇 在中国带的青少年 他们好听话 在那边好不听话 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一共五个人 本来是六个人 那我在讲课 他们呢也在讲话 他们讲话讲讲讲讲 不好意思了 其中一个还调侃我 老师老师 那个同学没来 那个同学来的话就好了 他可以陪你讲话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共五个人 他们两个在讲话 他们两个在讲话 我一个人在讲课 他还调侃你说 那个人来了 就可以陪你听你课了 所以你说真的 那个时候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我就紧张起来 天哪 明天又要遇见他们 我不知道现在的 主学老师面对 我的儿子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确实实实 那个时候 怎么办 但是我们很敢很敢 后来他们给我 写感谢卡的时候 有人说的 你是我遇见 最好的主学老师 我就非常非常地感谢 现在在Facebook上 也看到他们 结婚的生孩子的成长 我觉得很敢 虽然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再见面了 但是我曾经过去那么在一起的时间 从来没有变 不会去没有了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一直在说 也就是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新加坡待的三年的时间里面 与他们每一个族在一起的时间 即使我以后都不能再见面 但是这三年的时间 从来都没有改变 后来又回到温州 我们去做农民工作 去在街上发福音当章 在农村 在一些工厂里面去传福音 真的只有一群非常非常好的童工 现在都有很好的一个关系 那个时候 你知道在中国 像我们家庭教会 很多的机制不成熟 所以我们这些不同教会的童工 我们有个总会的 所以我们会常常在一起学习 在一起成长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 唯一的目的就是买属灵书籍 买过来的时候还被抓了 不让进去 只能够带两本 所以那怎么办呢 当时呢 他是这样 当时你再回去的时候 书籍会还给你的 所以那些弟兄们都很紧张 他拿着书籍 我原本就像放镇一样 这个很紧张 不要查到我 都要查到我 他们几个都过了 我的被查了 只准带两本 那怎么办呢 这些弟兄们就一起 又回来 海关又回来 都拿回来了 再走 这次没被查 就是为了能够 希望能够得到 一些属灵方面的一种喂养 所以我们也一起去韩国 去参观 去参观教会 去学习 如何能够一起建造教会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同工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或在茶室里面 或在咖啡厅里面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些故事 这些信息 讲的时候就很激动 有些时候拍桌子也有的 但是呢 时间往往都忘记了 所以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都半夜了 所以那个时候刚刚结婚 周立说了一句话 原来你们的床道人的夜生活 这么丰富的 你知道吗 记得有一年 我在这里好几年了 有一次我回去 我们总会骗取的床道人 是一个月有一次的一些例会 我也去参加坐在后面 我坐在后面的时候 讲在探讨一个事情 中间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 也是我的弟兄 他说今天道德也在我们中间 请他分享一下 站起来有什么分享的吗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从后面站在前面的时候 他就很智朗的 就在你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样 我们一样 道德你过来分享一下 你知道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就气不成声 我就说不出话 我好感动 我觉得这种生命的共同点 好像我离开了那么多年了 就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也是得到了很多的祝福 我们的教会很温暖 所以对比我知道的 我们教会很温暖 我们麦子团契的汪哥弟兄 上一周又要讲了这个故事 你知道我们团契里面 他在我们这里受习 用他的话是说 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这个团契里面 麦子团契里面 得到了弟兄姊妹 无缘无辜的爱 他一直在讲无缘无辜的爱 他讲了很多遍了 我听他爸爸都讲了两遍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 无缘无辜的爱是谁 就大家都知道是子汪哥 其实我觉得 他每一次这样分享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其实我们都没有觉得做什么 但是他很在意 不是吗 其实我们也得了他 很多的爱和祝福 我具体的事工 有一个是年轻的麦子团契 一个是长辈们的香白树茶经班 在年龄我近乎两者中间 成上其下 所以我得到了长辈们的宠爱 也得到了年轻的信任 我非常的感恩 在茶经班里面 我们现在基本在网络上 但是每一次都会很感动的 常常在聚会的时候 在加拿大的小阿姨 我们叫她小阿姨 是师母的小阿姨 我们都叫她小阿姨 完了她跟师伯伯 两个人是七十年前的朋友 一见的时候 他们就用上海话对话了 有一次他们对话了好久 我在那里听着听着 想打断她 突然好感动 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前段时间 我们的小英姐妹 她因为身体的原因 要卸下帮长的职份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很不舍做了很多的一些话 很多感恩的话 你看的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感动 包括过去 李明明子侍也在我们中间 她也常常有讲话 小青姐妹也在这里面 每次都讲的一些话 都非常的让我们感动 真的我为了彼此而向神感恩 所以这个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是充满了爱的和温暖的故事 这就是我对教会的经历 那有些人说 不是啊 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受到伤害的 对不对 有没有受到伤害啊 我也有受到伤害 我告诉你 而且伤害很大 可能几夜都让你睡不着觉 会让你痛哭 有些是有一次所经历的 是你 我们只能够在电视里面 看到的那种的剧情 但是我还说 我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 我在教会里面 得到很多的爱和温暖 今天我们不需要为教会生活 去淹饰丑陋的事情 因为我们本来的人性都是败坏的 我们就是这么一群软络的人 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可能会制造一些丑陋的事情 特别是当我们常常说的 要彼此相爱 对不对 还要怎么 彼此老恕 你知道吗 你不要把 当你提到 我们要彼此老恕 你要彼此老恕的时候 你不要把自己 当成 常常把自己当成一个 学习老恕别人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的 你可能是那个要被老恕的人 因为你做了很大 伤害别人的事情 你要被老恕 这就是我们彼此老恕的故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故事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伤害的可能 我们也不需要隐藏 不需要修饰 但是我想说 我仍然为着我过去的教会的 经历 感恩 我很感恩在我生命当中出现了 这些弟兄姐妹 有些年龄比我小 有些年龄比我大 大多数比我大 过去 我很感恩 所以我为了教会感恩 我为了教会弟兄姊妹感恩 我也为了鼓去过于进行为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跟着你们过去在十年的时间里面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而感谢上帝 这就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常常为你们 就是当时他说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而感谢上帝 并且听见了你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以及向你们 众圣徒里面的爱心 他说非常的感谢 今天我也是 非常地感恩 为过去弟兄姊妹所遇见的 人一起服侍我们感恩 为了在座弟兄姊妹感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看看彼此 为彼此感恩 阿们 指责彼此说一句好不好 我成为你的同工 成为你的弟兄姊妹 我很感恩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有自己的小故事 当时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让我们不同的人的小故事 让我们集合成为 古区博物金星会的 一个故事 我们一起来敬拜 一起同心合意地服侍你 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验也不一样 但是这都是在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让我们修正 可能有人对教会的经验体验 是他伤害的 但是你一定会记得你的圣道和圣灵 让我们修正 让我们能够学习感恩 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罪人 你就是让我们成为 让所有被救赎的儿女 集结在教会当中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成长的 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讲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也是每一个人的老师 我们都是在一起同工 一起来学习成长的那一位 主要谢谢你 赞美你 也求你能够让我们的古区 国区博物金星会更加的温暖 让伤害远离 也让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所经历的都是恩典 并且把这个经历分享给社区的人 主要在一个冷漠的时代里面 一个温暖的团体 是很值得人去向往和尊重的 主要在这里面 我们更是有胖胖的缘由 所以肯切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心存感恩 孩子心存感恩 为了弟兄姊妹 一起的服侍心存感恩 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为彼此心存感恩 祷告 奋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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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